他以后 新任的敏浙总督上任不到一个月 便又开始冲倒覆辙 开始收回收回了 他们以为朕回到京城 就鞭长莫及 便可以为所欲为 季晓兰你说如何出职啊 一个字 斩 不不不不 皇上 季大人矫枉过正 绝非良策 贪官杀不尽 歪风吹又生 为了充实国库 农才草拟了一个义罪银制度 专门对付贪官一定有效 义罪银 闻所未闻哪 何爱卿具体的说说 这 所谓义罪银顾名思义 就是针对都府等地方大员 凡有过失罪责 义其罪而罚其银 比如毒职 无能 失察 亏恐 乃至贪污受贿 义其罪行大小 令其自掏银两 见其行则 这样的话 既可以有效地惩治 布法官员 又可以大大的充实国家财力 一举两得 岂不妙哉 何爱卿 再说的具体点 凡我朝廷命官 依其官阶大小收入多少 定下标准 多则数十万两 少则数万两 由军机处设置统一机构专门管理 收入的银两嘛 可以划归内务府 有一部分也可以剥给地方 用以水利 灌溉 防洪 抗旱等工程之用 它们取之于民 咱们用之于民 何乐而不为啊 好 这个办法好 诸位还有什么意见吗 何大人巧语匠心 这个主意太好了 臣恭请圣上 立即颁布实行 何大人良师良相 想出来的办法 前所未有 真乃后师之楷模呀 对对对 何大人真是后世的楷模 这个主意相讨 季晓岚 臣在 你闭着眼睛是上朝啊 还是作禅呢 臣在上朝不是在作禅 今天没听到你的议论 非常反常啊 臣刚才听到何大人一番高明议论 获得满殿喝彩之声 臣是赞同也不是 不赞同也不成 故而无话可说 只好闭上眼睛 那你不说话 就是赞同咯 臣不敢苟同 好一个不敢苟同 那你一定有更好的办法嘞 即便是你不赞成我的办法 那请你说出一个理由来 如果你一个理由都讲不出来 这种态度面对皇上 可以治你一个大不敬之罪 非说不可吗 非说不可 一定要说清楚 好 既然皇上有旨一定要说清楚 那就恕臣直言了 何大人这个办法 看似有严惩之效 实则是祸国殃民流害百事 接下来你不要许可陪人 何臣让人讲话 皇上 何大人所说的言惩 那实际上就是包庇纵容 使那些贪官污吏 更加放心大胆地去为非作歹 假使都府有罪 本应该停职听审 那该冲军就冲军 该杀头就杀头 否则为官者不遵 上行下效 如何去管束自己的部署呢 照何大人的办法 贪官只要交了罚银 就可以减免去罪行 不去追究他的责任 可以继续为官 那这些贪官为了弥补损失 就会变本加厉地大把去搂钱 顶多不过再交一次罚银而已 皇上 汪法庇护 谈何清廉 二十三年前皇上曾下旨 着将斩 缴绝各犯 纳熟之力 永行停止 童年又下狱 献内退脏俭等之力 着永行停止 皇上以金钱为轻 以刑罚为重 果断命令废除了旧律 近几年来 皇上有多次重申此令 何大人的何大人 交了一罪银 就可以减免其罪行 这与退赃减等有何区别呢 你居然把皇上 明令永行禁止的事 在这再一次提出来 这不是至武皇于 言而无信之不义之地步吗 何清 你可知罪啊 皇上 奴才知罪啊 奴才一时操之过急 竟忘得我朝先例 此事不义了 退朝 好 继续来 好 随着来 遵旨 朕刚才说过 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 这里边的道理 你一定猜着了 臣不敢妄想 朕贵为天子 天子 毕竟不是天哪 生老病死喜怒哀乐 一如常人 不过是形势不同罢了 你刚才说朕大功 朕未必无私啊 你不喜欢和珅 可是朕又离不开和珅 你也知道是为什么 朕了以自傲的实权武功 刺苦全书 没有银子打底 哪件事能干得成啊 没有和珅替朕打理 哪来的银子啊 朕要是让你去替和珅打理 你行吗 朕要是让你 去替福康安带兵 你行吗 不行 治理国家就要复杂得多了 什么人都得用啊 水清无余 人茶无图 要是都用了你这样的人 国家可能会乱 你相信吗 可能会吧 做而论道 所争无非一个理字 到现在还争不清楚 做事就要复杂得多喽 明知道是好事 一时之间当然还得忍呐 这就是卫君之刀 为了搞出这个义罪银制度 我急手彻夜未眠 我是为了谁啊 是为了我自己吗 是为了我自己吗 还不是为了皇上 为了国家设计 为了国家设计 你还不是为了皇上 他季晓岚算个什么东西 他不当家不知柴米柜 各位 大清国的内务府 户部 崇文门的帅务 谁当家 我 现在内务府的开支 日渐增加 我怎么办 我只能琢磨出这么个法子来 可是生生的让季晓岚给搅浪 我狠狠整治他不行 早就该收拾他了 就是抓不住机会 我当然知道 我知道 季晓岚一天不除 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我有办法的 你有什么办法 我设了个吊儿 他肯定得上钩 什么吊儿 天机不可泄露 是 那一天好 有什么事 我认为 疏